我是看著你出道的 我真的很驚訝 你是 我的開始 我的開始是你賦予過的 所以你當時 你當時對那個婚禮的想法是 因為我看你出道 所以你要我主持婚禮 是這個意思嗎 對 OK 就是在我心中 是這樣的一個分量 懂 每一個演藝圈 都有一個人是推手 你是那個推手 幫我推上去的 所以在這裡結婚舞台 也請 把我送往下一條道路 是啊 很有趣 所以你還快要抵累你的飛機 我知道 我很緊張 我嚇死了 他當天才回來 當天喔 雖然我也很晚才約 可是我早上說 你還沒上飛機 好 你上了飛機告訴我 我再開始化妝 就是一切到很多的位置 沒有見過這樣子的性感 沒有 對對對 其實不當模特以後 我都不穿高跟鞋了 應該不可能懷念模特吧 沒有 我沒有懷念任何 有關於美光燈的世界 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已經給了 給了所有 最好的自己 是 然後該嘗試該挑戰的 每一個都做了 我們先來到這個 先來到這個 這邊 你們竟然撥得過痛快 看看剛才 你的天哪 我還沒有看 我 我覺得你婚禮那天挺鎮定的 你自己在分配任務 然後提醒我什麼 就是 你當天沒有打算要做那種 放鬆的新娘 你是要打算 就把她像 主持一個活動把她做完 你的性格也是這樣 是 對 一生就這麼一次 所以我 應該是到前一天 我都還在 準備所有大大小小的細節 對 然後就希望 兵主盡還 然後希望 嗯 創造一個 很美好很美好 一輩子就一次的回憶 那天風 其實不知道風會這樣對不對 對 可是很神奇的風 都吹到最對的 最棒的時候 很漂亮 所以你連車上都是爸爸一直陪著的 你當時有在含淚嗎 有 我坐在車上就已經開始 停不了眼淚了 爸爸說拜託拜託 爸爸說拜託拜託 謝謝 好 謝謝 拜託拜託 好 這麼像童話的婚 對 我 像童話的婚 所以你現在的這位先生 真的有機會 比較冷靜的在婚前觀察過他 哪一些是可結婚的條件嗎 在這邊說好了 是我跟先生求婚的 我覺得我們的結婚帶了很多的 大家都說結婚要一股衝動 但是你沒有經歷我剛剛講那個 就是打勾的階段說 打勾說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因為認識很久了嘛 畢竟對他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和很有勇氣 老實說其實沒有什麼男生 在那個時候會追我的 確實 對 他把我看作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平常的女孩子 是 對 然後 那種追求 我已經很久沒有被人追的感覺 那時候就 我知道 被追的時候 心裡還是會小路爛撞 你當時有給自己什麼心理建設 說我可以這樣做嗎 我覺得 就是八年後再走在一起 一定是什麼樣的緣分 老天可能真的希望我們在一起 那我覺得 對愛情也好 和對愛情之後可以共駐家庭 我們就是要認真 好好聊一聊 好好談一談 所以我就先提 如果有想要在一起 那我們要以結婚為前提 電話中講還是當面講 當面講 然後講之前有鋪陳一下嗎 沒有 還滿突然的 沒有那種說 我明天要跟你談一件重要的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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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也都忙就飛來飛去 然後剛好兩天 兩個人能夠見到面的時候 我就會說 想想想要不要結婚 這個問題有時候有人是以非常不耐煩的態度提出說 我們如果沒有要結婚 那我們就不用再交往了 是這種嗎 對 他如果說不要 那就 那就 就這樣 嗯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敬禮 鼓起勇氣 問吧 你那一晚有很輾轉難眠嗎 我有這樣看著鏡中的自己說 我好有勇氣喔 然後就跌了 我要的是嫁給愛情 我不會是說你今天 就是 好你很成功了 是啊 你的事業上是怎麼樣子的 是 獲得了世界的肯定 或是經濟上有多了怎麼樣的一個財富 對我來講 都不是我想 想追求的 最在乎的 都不是我在乎的 對 嗯 我覺得挺好啊 所以女孩子還是要 鼓起勇氣 你就很勇敢欸 對啊 我好像第一次講 因為是我求婚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這麼勇敢 嗯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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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很好欸 媽媽 媽媽很好欸 媽媽 媽媽真好 媽媽真好 媽媽拍照的時候對我微笑 欸 欸 你當時那個婚決定的那麼快 跟你媽媽的狀況有關嗎 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嗯 可是我媽媽撐到 我們婚禮剛剛看到的影像 我們婚禮後 媽媽很迅速的惡化 是直接到 她就會想要離開 所以如果當天她十五分鐘想要離開 就讓她離開 就要離開 嗯 對對對 結果她就 參加完整個典禮 真的 感覺 撐到把我嫁掉 是啊 神奇 很神奇 對對對 所以 真的大家要 珍惜 珍惜你應該要在乎的人 對 嗯 這個地方 承載了 承載了我爸媽的愛情 和我童年的回憶 謝謝你 承載我爸媽的愛情 你是不是沒有料到你會 哭到 嗯 對 這麼溫暖 讓我有勇氣 去接受愛情 我願意 你去面對 未來的每一個位置 哦 謝謝 先生看你掉眼淚也會掉眼淚嗎 嗯 先生說 她 面對的那個方向 然後看到所有的攝影機 然後她好像覺得 大家把 我一起交給她 啊 她突然感覺到說 啊 那是因為有 責任重大 責任重大 咦 我們來到了 我記得她 我們當天有人跑出來聊天就在這了 對 我們的花園 我第一次來看景的時候 她其實就有這棵樹 然後旁邊沒有這些花草 對 她有說我們可不可以種花 所以就是從婚禮的那個時候開始種了 每一季都會有不同的花種 然後到現在已經四年了嘛 她就說那我要認養這個花園 然後希望延續這樣子的一個美好的幸福感 所以現在她們好像取名叫 智琳姐姐幸福花園 好棒喔 這個回憶就會一直在這裡 我覺得智琳是一個 提供我們夢幻場景的供應者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疑惑的供應者 就很多人跟我聊天聊完只會更疑惑 就是說啊 到底怎樣了 那她是一個夢幻的供應者 就是她一出現就讓人覺得 這是我誤踩入了動畫中嗎 還是我誤踩入了漫畫中 就是她有這麼一個效果在 那她這個效果 加上她對於人生的各種 很堅定的態度 就供應了一個幻覺 讓我們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子 獨家冠冥播出 本節目由 源自北歐諾威的 高端天然飲用水品牌 WALS贊助播出 難得享受這種 婚厚的 Hour time的時候 我帶了一個作品給你 有禮物 版 畫 送給你 謝謝 還有愛 我喜歡 我要抱著走 不要抱著太大了 我要抱我 不要抱著走 讓我 讓我 那麼大了 先放著讓 先放著讓 就隨時提醒自己 有愛 有愛 是 都穿好了好不好 這邊嗎 這裡一個小房間 可愛 對 我之前來的時候 還會在這邊看看書 喔 對 這邊有很多書 對 你就可以 一個下午 享受自己的這種 me time or our time 因為現在在台南 台南的人 不一定要合照或者是 對 就可以讓你自己的 滿自在的 我覺得我在台南也好 好像結婚了以後 我覺得非常自在 嗯 就是真的很有生活感 是 然後我可以就是自己 然後去超市買東西 然後找一個地方 蹭蹭 對 抱著孩子這樣 我都很自在 想想你的人生 好像活在美光燈下的比例太高了一點 對 十五年 滿滿的十五年 主要是那個十五年 是你的重要的 長大的十五年 對 跟你回想就會覺得 你活在最好的年代 的我們 對 對 對 那個時候媒體又很蓬勃 對 一切都開始 然後大家會注意到你 我覺得以前的模特兒 他們就是 就是有那個樣子 沒有那個名字 其實大家都不認識 嗯 應該就是剛好在那個階段 大家可能開始想要了解 模特兒的生態 然後突然好像麥克風遞到了我們見面 才開始會上這些節目 我覺得以前是沒有的 是 那你那時候來有害怕嗎 我覺得我以前是一個 超級有勇氣的女孩子 你一直是吧 一直是 好像就什麼都不怕 你現在勇氣應該沒有退步啊 好像沒有退步 人家以前都叫我零大膽 遇到什麼事情 大部分都會說 Yes 好 對 這是訓練嗎 你家教如此嗎 個性如此 OK 個性如此 我就覺得 我如果沒有說Yes 我會不會後悔啊 我就失去了這個嘗試的機會 嗯 我雖然參與過他一些有趣的時刻 可是我都不太會在那些有趣的時刻 過去之後去問他說 那件事後來怎麼樣了 就是我沒有機會問這個 我也覺得問這個沒品 你就盡你所能 你幹嘛要管人家後來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問的時候呢 我就會試著問一些說 那件事後來怎麼樣了呀 然後看看他要告訴我多少 我不會問你一些細節 可是我想抽象的問說 你現在回看你 你覺得我們人一生 應該要花那麼多力氣 去追求戀愛嗎 我現在自己回看我的過程有點覺得 你的過程 我有點覺得我花太多力氣 你是努力追求愛的嗎 我被愛影響得很嚴重 我還是會維護好我的工作 可是我自己內心受到的動搖會很大 當時好像都花了太多心力 然後他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有那樣子的過程 你會知道慢慢知道自己 在愛情中我想要什麼樣的自己 什麼樣的對方 你們兩個八年前認識就是在演舞台劇的時候 演舞台劇的時候 所以我跑來看那個舞台劇 那時候對方為什麼會找你 他們可能誤會了以為我會講日文 我們第一天在他們有一個 就是大家一起讀稿的那一天 我一講出來第一句 我就看到那個導演傻眼 怎麼會是 他不是會的嗎 對 八年前你是不會日文的 我是不會 可是我那時候很會背書 所以如果是譬如記者會 我就會把記者會的那五個問題 完整的背完 雖然人家看以為你會講日文 然後就找我去演舞台劇 那我剛剛說我是林大膽 我想說好啊 我就說yes 你yes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我在yes什麼 然後yes完 我想說完蛋了 我也沒有時間準備 我就說很忙 我想沒有時間準備一句 我想 真的不行 因為他連那個古文 而且 你要讀都不是能夠很好的去吸收 舞台劇一場就算有兩千個觀眾好了 你演十場也就是兩萬個觀眾嘛 兩萬個觀眾對於你當時做的任何一個工作來講 他都不是一個會被列入有效率的計算的數字啊 嗯 那你在追求什麼 挑戰 我就連睡覺都有一個錄音機在旁邊 就是一直聽那個台詞 所以那個導演找到你不是因為他個人特別愛你或什麼 他們就會認為你很適合然後你會日文 那當然也因為是三國嘛 那當然也因為是三國嘛 所以他們就覺得從赤B開始 他們的認定就是小喬就是我 就是你 所以就希望我來演小喬 OK 也就是那時候認識先生 那時候他在做什麼 他是我們這個劇的男主角 OK 他是演週一的劇 所以你們是排練中認識的 對 可是這個也很有趣 我們排練到兩週的時候吧 他因為氣胸就突然送醫 那以前我自己也有氣胸 所以我知道那個是非常疼痛的 可是在那時候彩排的時候 我覺得他完全hold住 沒有表現那種痛苦 可是一結束他就送醫院去開刀了 然後他在醫院的時候吧 那個導演他就每一天 會給他我們今天彩排的狀況 然後幫他訓練了兩套 一個是很難的打鬥 因為周宇一定要有一些action 很難的動作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簡單版的動作 你可能只是揮一揮劍這樣子 所以等他兩週後修復好了 然後他選擇了那個複雜的動作 然後就是真的大家在沒有彩排的情況下 第一場演出是將大家用默契來完成這一切 我自己後來回想 我覺得後來我會對我先生有這麼深刻的印象和感覺 我覺得那一點是有吸引到我的地方 就是很認真 男人的認真和勇氣是一種魅力 當然 所以他開始讓你覺得他有在追你是什麼時候的事 是排他回來演出後的事 演出之後我們都比較忙 對 而且就覺得好像是因為那個角色吧 就沒有多想了 對 就短短的一陣子我沒有保持聯繫 然後就 斷了 所以是過了一陣子再撿起來的 我們過了八年他才重新再聯繫到我 他又試著說什麼什麼可不可以見個面 然後就開始 嗯 好神奇哦 嗯 有沒有恢復理智想說天啊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婚後會不會看見一些 婚前沒有看到的面貌 我覺得人這個我倒完全沒有任何的多想或是擔心 只是那時候我當然自己也心裡知道 你包括入演藝圈吧 你一定會接受很多很多的掌聲 你也會有很多的負貧 對 那你結婚了也不可能一定就是接受到大家的祝福 一定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我也有想過會發生 可是我覺得我那時候是帶著 我知道這樣會發生 但我還是要選擇 結婚 嗯 然後度過我的下半輩子 是 因為你最後會知道真的 要攜手共度的 就是你所面對的這個人 對 不會是市場 不會是職場 嗯 是這一位 是 你們可以一起共度陪伴 你這些話是只有你自己心裡想 還是你有跟他講 我沒有跟他講 其實他不太 對他不太知道 他不太知道這些 心理過程 或是過往我曾經發生的事情 或是以前的 可能以前的我的舞台 對 我覺得他 這也很好 這也很好 我很珍惜 就是看到我 就是單純的 智琳 他會叫我小玲玲 就是一個小名 他就覺得 就是小玲玲 嗯 我覺得人跟人的關係 這一點也很微妙 就是 你不要去搜他的那些 相關的事情 不管這個人是不是演藝圈的人 你不去搜他 然後呢 你跟他相處 你得到的就是 他跟你相處的這一面 對 可是如果這一面 就是你需要的那一面 不就好了嗎 對 就是 夫妻 如果也這樣想的話 也是 應該就省掉很多 嗯 就是眼前的我們 所以你對他也一樣 我對他也一樣 你們兩個就只 收到你們兩個相處的時候的彼此 你們不需要去知道更多 他的世界 他的過往 謝謝 我老公我覺得他以前也是比較 比較是 在那樣子的環境下 快節奏 快節奏 就什麼叫on time 我們今天碰好這個 我們就不要去改 小時間不要走 母頭也去改哦 對 然後可是現在 我覺得他慢慢 經過像我們這樣的相處 我覺得他慢慢也會找 很多時候有一點點彈性 生活也蠻快樂的 是 對 能夠過什麼樣的生活 當然跟這個人的本質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擁有純淨的本質 你就可以順理成章的過純淨的生活 就像Vos這個品牌也是一樣的 水源純淨 源自北歐 就代表了一種高品質的生活 你會跟你們家嬰兒說話嗎 會啊 所以你 就是正常的 你講話本來就娃娃 你一歲 我本來就是嬰兒話 你講話就是嬰兒話 你跟他講些什麼 就是媽媽好愛你這種 嗯 對不對 每天一定會的啊 反正這區真的都是台南的老房子 以前都是這樣子的 以前我的親戚應該都是住這樣的房子 對 很典型 但現在看起來還是很有味道 嗯 那以前就這樣騎個腳踏車 如果 現在你在台南的街頭 你會戴口罩嗎 不會耶 不會 所以可以露出臉來 我現在不就這樣 有一陣子我還說 我失去了明星的光環 應該沒有人會認出的 所以現在如果有人認出 我就會 謝謝 這樣 覺得珍貴是嗎 嗯 普遍來講 女生到底應該怎麼被社會給看待 我其實最真實的建議就是 你不要管社會怎麼看待吧 每個人都應該要找到 看待自己的方法 而不是在那邊 尋找別人看待他的方法 別人看見你的方法千奇百怪 然後 那些人都是你不理解 也不理解你的人 就不要管他們怎麼看了 你就找好 你怎麼看自己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 只要有人能夠找好怎麼看自己的 他這個人都很篤定 他就不是會隨波逐流 或者被社會的 一般的目光所壓迫到的人 謝謝 你好 你好 你坐這邊我會從那邊上 抱歉 OK 這個生活跟你想像的結婚生活差不多 應該是 就是我們一結婚過了幾個月就遇到疫情了 所以我覺得老天應該就是 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好好地相處 你看我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 好像一天當兩天冤架 然後一天有時候三個城市 四個城市就是一直在飛 然後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我覺得我和我先生也有很有可能是這樣子的 這種生活步調 就是各自在工作 那個就讓我們 好 停下來 專心地相處 專心地面對家庭 然後那時候也才真的就是有很深的認知 只有眼前這個人 你是下輩子要和他在一起的 不管好的和壞的 而且我們剛剛開始住的地方 其實我們是住一個 One bedroom 一個房間 很小的 我們只要在房間就是 呃 就是怎麼樣都會 碰到彼此的那個感覺 是 他有時候可能只是出去運動 一小時 只要他回家 我就好高興喔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就是家重新完整 呵呵呵 對 因為外面都是黑的 是 那個時候外面 嗯 所有所有就是 都是暗的 就全世界都是暗的 好像只有你這個家 和你面對到的這個人 是真實的 嗯 其實那個時候好像 好像是世界上就只有你們這樣的兩個人 在一起 相依為民 我沒有什麽資格對女生的生活提出建議 因為我自己親眼目睹的女生的生活 其實需要的各種作戰能力都很苛刻 就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就會從文藝少女變成兩個孩子的媽媽的這種角色挺多的 然後他們都在表演那種 從早上就要做早餐然後送他們上學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除了自己忙自己的工作之外 然後還要操心先生以及小孩的很多我覺得 只要有一件我就會生氣的事情 他們可以同時操心五六件 然後他們就活下來啦 他們也沒有崩潰也沒有離婚也沒有把小孩趕出去都沒有 就是還有力氣跟我社交還能告訴我這些故事 好像是別人的故事一樣 我每次聽了我都覺得說女生到底是怎麽做的 為什麽能夠這樣子 那男生也吃很多骨頭可是跟女生吃的骨頭種類不同 你養小孩以後 你還記不記得是什麽時刻你會忽然覺得說 你也長得太快了吧 哇過了六個月以後 體型尤其身高 然後連腳都長大 然後你就真的覺得他好像跳過嬰兒期 就像個兒童會跑 然後很活潑 開始看得出那個調皮了 是 所以以前在爬的時候還好一點 現在要追著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真的好需要體力喔 而且我每次看坐媽媽的人 出門的時候裝備都很多 就是他會背一個很大的包包 沒錯 然後好像上車也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車的空間 這些都是媽媽需要的 都是需要的 對 可是現在還是嬰兒 所以當然安全座椅很重要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他座椅空間很大 對 我覺得空間大是不是 起碼讓媽媽們壓力小一點 對 對 對 很多媽媽我覺得 長大小孩的時候 他們就會希望說 幫小孩選衣服 或者幫小孩選用品的時候 都會很在乎那個 很多 材料跟健康的 很多 其實我們家也 也會就是像現在很多都是有機的嘛 什麼都要天然 然後都要無毒 很大人這是不是一個無毒的空間 然後不要產生有毒氣體 是的 那我耳窩內飾呢是使用安全環保的材質 也有用高於國際要求的標準做曝曬實驗 所以就算是陽光曝曬之後呢 也不會有異味或是那種有毒的氣體揮發 再加上有空氣淨化功能 會淨化的功能 對小朋友來講 媽媽會比較放心一點 對 太重要了 尤其疫情過後 我們這個 吸進去的空氣 是 每一口都要淨化過 你爸跟你媽對你 誰的影響比較直接啊 父親是一種比較 開明式的 對 教育 嗯 那我以前當然比較 以前